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命運 讓我們相遇 自從有了你 生命裡都是奇蹟 多少痛苦 多少歡笑 只剩一片燦爛的基地 感謝我 感謝你 感謝陽光 照射著大地 自從有了你 世界變得好美麗 一起飄火 一起流浪 歲月裡全是最人的甜蜜 海河湖是個藍天 和紅的可憐 我們肩並著肩手牽著手 海河湖是個藍天 和紅的可憐 我們肩並著肩手牽著手 海河湖是個藍天 岩湖是個藍天 和紅的可憐 牽著在日子 海河湖是個藍天 海河裡 tout 高鞋阳光照射着大宝 自从游览你 世界变得好美丽 一起飘过一起流浪 岁月里却是全人的甜蜜 海河湖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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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海河湖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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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男的送男奸 女的送女奸 暂时送到大内奸牢去 等皇上来查办 让开 王八 那怎么不说话 难道你也相信 我们要陷害你们 王八 我不要去监牢 我不要去监牢 王八 我不要去监牢 小姐 小姐 我们又要重来一遍吗 为什么要把我们 关到监牢里去 我们今天早上不是 还为皇上唱了诸首歌 五龙五世 他们现在没怎么一下子 要把我们关到监牢里去呢 为什么 皇上 皇上 不要让悲剧重演 快阻止他们呢 皇上 两位格格对皇上好得不得了 皇上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呢 皇上 请查清楚 再关起来也不迟啊 皇帝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事实胜于雄辩 不迟不迟 拉下去 关起来再说 皇上 不要再拉你 也是把我们都关起来吗 把我们 把我们 阿康 怎么办 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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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把我们光到监牢里来呢 小姐 你说句话 我好害怕 害怕再来一个梁大人 再把我们这些人毒打一对 我们会不会被砍头 我家里还有个爹呢 我知道死以前能不能见爹一面 砍头 你不要吓我了 怎么会砍头呢 为什么要砍头 我们被陷害了 刺客 布娃娃 都可能是预先准备好的 这是一场戏 千方百计地把皇阿玛老佛爷 都引到树方斋去 现在当中搜住布娃娃 是人症物症样样俱全了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 一个布娃娃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会让皇上跟老佛爷 都变了脸呢 自从汉朝起 就有物骨之祸 中国人就是迷信这一关过不了 什么骨什么祸 我们又倒霉了是不是 又是皇后在捣鬼是不是 她想杀死我们 是不是 小燕子 不要哭 我们经过大风大浪 说不定还能度过这次危机啊 尔康和武阿哥 会拼死来救我们的 皇阿玛那么聪明 如果连我都想得出来 这是一个陷害 她也会想明白 她会吗 我看啊 她脸色发青 一直盯着小姐跟小燕子 那个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 早知道 我就不该做那一首走进一间房 四面都是墙的事 人家都说做事啊会应验的 你看我现在 动不动就被关键见牢了呀 我当时就应该做 走进一间房 四面都是窗 翻翻窗子也挺容易的 你看现在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现在好想走进一间房 里边有张床啊 可我 好想走进一间房 里面有个娘 就好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想想那间房 里面有床 有窗 还有娘 就怕走进一间房 都是黄鼠狼 呸呸呸 这房间里啊 怎么会有黄鼠狼呢 像我这么倒霉的人 如果走进一间房 有窗 有窗 还有娘 那大还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股子黄鼠狼 倒是可能的很 来 老佛爷吉祥 皇上吉祥 老佛爷 皇上 今晚的事非常明显 这一天一定是有人要陷害子卫和小燕子 那个布偶绝对是栽赃 请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刺客在乾清宫出现 然后拔腿就跑 这分明是要把我们大家都带到树方斋去 到了树方斋以后 搜人是假 找那个布偶才是真 所以请皇上明察 不要再错怪了格格 是啊 这个巫蛊之事 小燕子他们那么单纯 怎么会做呢 再说 他们对皇上的一片真心 天地可表 就拿今天的祝寿点子来说 都是小燕子想出来的 那首祝寿歌是紫薇写的 他们对皇阿玛这样用心 怎么可能会害皇阿玛 可是今天晚上大家在搜查房间的时候 紫薇和小燕子为什么那么兴急啊 那股心虚的样子连朕都看出来了 他们哪有心虚 是皇上多心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调查 如果紫薇和小燕子是受冤枉的 那一定查得出来 现在东西搜出来了 总不能不办吧 你们长天和那两个格格在一起 有没有知情不报 有没有包皮 有没有同谋 我们都会调查 所以你们最好闭嘴 回去 明天再说 包庇 这些东西 同谋 老佛爷 人生最残忍的事 就是把一片忠心当成恶意 这样会抹杀多少钟粮 冷掉多少热血 花马 就算以前种种 你都忘了 今天发生的事 你就不能分析一下 再先想一想嘛 哼 不管是谁做的不偶 也不管是谁放到那儿的 有人想置朕于死地 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朕一想到这个事情啊 所有的心情都没有了 这件事对朕的冲击太大了 朕一定要好好地想一想 皇上 只怕那个不偶的用意 根本不在皇上 而在紫薇和小燕子身上 是有人要置他们于死地 请皇上想象以前的针刺事件 想想那个梁大人吧 二康 你不要为了维护紫薇 就把箭头指向别人 这诬陷和栽赃是一样的可恶 这两个格格 成天溜出宫去 鼓鼓怪怪心机可疑 这整个皇宫里 最有可能做这件事的 就是他们两个 即使不是他们做的 也是那几个宫女和太监做的 或者是他们集体做的 皇阿玛 老佛爷要这么误会 还说得过去 因为老佛爷 没有看到过去那些 惊心动魄的事 但是皇阿玛 你怎么可能误会呢 皇上 以前的每一件事还都历历在目 请皇上讲一下子薇为皇上挡刀的事吧 如果他想害皇上 他怎么会去挡那把刀呢 两个丫头无论如何都是嫌疑犯 你们先回去 正要好好地调查这件事 不要说了 回去吧 臣 告退 你们两个小心着点 那个大内监牢 朕已经派重兵把守 绝对不允许劫狱的事情再次发生 尔康 不要害了你的阿玛跟额娘 阿玛 额娘 求求你们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我也知道这次事情很严重 可是子薇他们是无辜的 这件事完全是皇后在栽赃 可是老佛爷 老佛爷完全跟皇后一个鼻孔出气 最奇怪的是 皇上完全听不进我们的话 我只怕这样拖下去 子薇和小燕子又会很惨 子薇怎么会这么命苦 好不容易当上的格格 今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不是呀 我们有办法可想吗 您非娘娘说话有用吗 这怎么会有用呢 你想想看老佛爷 是皇上的亲娘 哪有亲娘不喜欢自己儿子的 她一见着那个布 她就胆战心惊了 即使她心里有存疑 即使她认为可能或者陷害 她 一定要除掉这个嫌疑犯 这就是我说的 您肯错杀不能失误 何况老佛爷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子薇和小燕子 听阿玛这样分析 就是说他们毫无希望了 可那就是一个布娃娃吧 她会害死谁呢 我去找一百个布娃娃 全都写上我的生辰八字 我让老佛爷看一看 我会不会死 阿玛 你不要吓我 阿玛 伦娘 连你们也相信 这个布娃娃会害人 是不是 鬼神之事 我绝对不拿她开玩笑 尔康 你的阿嬷儿娘 年纪大了 再也经不起 这样的风风浪浪了 自从你和子薇来往以后 我真是没有一天的 好日子过 现在 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千举妄动 我知道你爱子薇 但是 你也要爱惜你的父母呀 我知道我让你们这么操心 实在是不孝极了 可是我现在真的六神无主了 一想到子薇 又被关进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未来还会遭受什么不幸还不知道 我真的痛不欲生 我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老天哪 我该怎么才能救出他们呢 你不要跳脚了 你整个世界你都在场了 你应该冷静下来 好好的分析一下 除非你抓到真正陷害 紫薇的那个人 否则你无法救紫薇 陷害紫薇的人就是皇后 一定是他 可怎么抓得到呢 你不要大呼小叫的好不好 虽然在自己家里 也是隔墙有耳啊 我马上进宫去见皇上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 谢谢阿玛 您在皇上面前说话 总比我有分量 分析起来比我清楚 我现在已经章法搭乱了 不过你还要赶快就去调查一下 那个刺客 那是个关键人 如果刺客跑进了树方 咱就不见了 当时有没有侍卫 从里面跑出来 跑进去的是刺客 跑出来的是侍卫 你太疏忽了 还有是谁掀起的那个床垫 阿玛 您不愧为大学士 你们两个从时招来吗 你们干了什么好事 我完全都知道了 你们化妆成刺客 把我们大家都引到了树方斋 然后脱掉了夜行衣 换了本来面目出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搜捕 然后掀开了床垫 露出了布娃娃 你们好大的狗胆 敢在老佛爷皇上 我跟我二个面前玩花样 你们两个不要命了 冤枉啊 傅大爷 奴才是你的亲信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是啊 韩主格格和紫衣格格 对我们A路如山 我们感情都来不及 怎么会陷害他们呢 你可要详查 不要冤枉了格格 也不要因为给格格开罪 而冤枉了奴才啊 还敢狡辩 除了你们 没有人能够进得了树方斋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明明就是你们两个搞鬼 还不够出是谁的知识 难道要我把你们送到刑部问罪 才要说出真相吗 武娃娃娃 傅大爷 今天就是把奴才送到刑部 奴才也是这几句话 再也没有第二种答案 奴才兄弟两个 从小在宫里当差 三代都是宫里的暗打 绝对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奴才行得正 不怕调查 对 如果武娃娃和傅大爷 这样怀疑咱们 就把咱们送到刑部吧 咱们被派到树方斋 一直忠心耿耿 没想到被人这样怀疑 奴才们也灰心了 傅大爷 您再陪奴才一番 没想到你落得这样下场 奴才向你请罪了 高远 你口口声声说 你没有做过这件事 那么你为什么 会去掀那个棉被呢 是不是有人指使啊 那个棉被薄薄的一层 要想藏个人 不是太勉强了吗 为什么会去掀的 如果你老老实实 实话实说 我可以饶你一死 冤枉啊 奴才当时真的以为 刺客藏在棉被底下 完全是为格格们的 安全着想 当时奴才已经把 可能的范围 统统搜过了 那么 我追刺客 追到树方斋的时候 你从里边出来 你难道没有看到 刺客进去吗 奴才什么都没有看见 怎么可能呢 如果傅大爷这么推算 那么宫中所有的侍卫 都有可能假冒 不一定是奴才 宫里当差的侍卫 有两千多人 应该一个个搜查 可为什么傅大爷 不怀疑别人 一定要怀疑奴才呢 要因为我们两个方寸大乱 就怀疑每一个人 万一冤枉了他们 我们岂不是和冤枉小燕子 紫薇的人一样可恶吗 你说得对 小姐来把衣服穿上 好歹啊 有空点喝一点 来 我不要 我不要 你给我披上了 那你自己怎么办呢 我不冷 我不冷啊 你不冷才怪呢 你看 你的手冻得像冰块 我 我现在又冷又饿 我真想走进一间房 有锅热鸡汤 你好贪心啊 还喝热鸡汤 我是走进一间房 有锅热鸡汤就好了 昨天早上 我刚把一锅 喝不完的红爪桂圆汤 给倒了 你也太浪费了 我现在 只要能喝一口就好了 你啊 是啊 你操上我的衣服 就不会觉得 那么冷了 对对对 套上我的 你们就不要再照顾我了 都进了监牢了 海盗我是哥哥 你们两只脑梅 自从被划马送到我这儿来 一会儿挨打 一会儿进监牢 总有一天 你们的小命 会被我折腾掉的 还有小桌子小凳子 我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大家不要伤心了 我们起来活的活动 说不定会暖胃点呢 好 来 我们的人来跳舞吧 我们的人来跳舞 爱可飞为中华地下为公 我天同情勾我天龙 来呀 我们大家一起唱啊 这首课不都是练熟了的吗 悠悠所有 老作所重 光挂孤独有我天龙 那么好的一个天龙 那么伟大的一个天龙 我们刚刚还在一起桌上 看烟火 猜蜜语 怎么就一会儿 活了一个不玩玩 去把我们统统都拐起来了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 小燕子 不要哭了嘛 总有一天 王阿玛她会想明白的 啊 可是 我们不能老在这牢里面 等等想吧 如果有一天 她还没想明白 我们可能已经没命死掉 瞧片子了 小燕子 拜托你 不要一会儿没命 一会儿死掉 一会儿瞧片子好不好 那我说 升天 可以了吗 有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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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要放我们出去了 是不是 红狼吗 想明白了 紫薇哥哥有请 什么紫薇哥有请 要请一定行 我们这有五个人哪 哎呦 直庆紫薇哥哥 哎 你们要拉我去哪里 我们五个人在一起 不要分开 那可用不着你 走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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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donuts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要干什么 救命啊 救命啊 老佛爷 救命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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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薇 关于布偶的事 你就从事招了吧 免得皮肿受苦 你是什么时候 把布偶带进宫的 你为什么要害黄阿玛 是谁让你做的 说 老伯爷 我可以对听发誓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布娃娃 根本不知道她怎么会在我的床垫底下的 老伯爷 我就知道她会赖得干干净净 她的功夫可大着 当初没有经过选秀女 也没有经过内务府 居然能混进宫来当宫女 接着把皇上唬的是团团转 居然带她去出巡 接着怎么又弄出一个刺客事件 然后就平步青云到了今天这个地位 老伯爷 您想想 一个小女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魔力 你臣妾之间 她一定是个妖女 子薇 再不着就用心了 快说 老佛爷 我对皇阿玛充满了崇拜 充满了亲情 我怎么都不可能要害皇阿玛的 老佛爷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 也不喜欢我 可是既不要把我对皇阿玛的一片真心 扭曲到这个地步 那实在太残忍了 你不要搅赖了 东西在你的床垫下 这是人人都目睹的事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是被冤枉的 有人要陷害我 老佛爷请明长 你就坦白招了吧 你们是不是白莲教的人 如果不是你做的 是不是小燕子做的 你们受谁的指使 快说 白莲教 天哪 小燕子连乌骨是什么都不懂 她怎么会做这种事 小燕子不懂乌骨 那么显然你懂 我懂并不代表我会去做 这个丫头降得很 不用行 她是不会招的 你要逼我用行吗 上次我 我也不能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 用行 老佛爷 救我 你招不上 我如果去打成招 皇阿玛一定会以为是真的 她会做不伤心 我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老佛爷 救我 救我 站在菩萨的份上 清晨慈一点吧 哪一个要谋害皇帝的人 我如何能救 如何能仁慈 对你仁慈 就是对皇帝的不仁慈 如果你是被冤枉的 如果你是被冤枉的 那么一定是你屋里几个丫头做的 真的不知道吗 你要不招 我就一个个审问 只有一个混招 天哪 难道太后还要对小燕子解锁他们用心 我招了 我招了 你不要再这样对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真的是你做的 小燕子帮你忙做的 所有的丫头奴才们一起合作 是不是 是我一个人做的 是我 小燕子他们都不知道 是我做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皇上已经封你为格格 又把你指给了尔康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你为什么要谋害皇上 好 是我 是我 我要给我娘报仇 皇阿玛让我娘等了一辈子 恨了一辈子 冤了一辈子 我要给我娘报仇 报仇 报仇 这就是了 扶伦佛小如宫 是不是为了昨夜的事情而来 王上 臣知的宫里出现了巫蛊 带给皇上的震惊 一定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巫蛊之说 早已经是不攻自破了 那个小小的布偶想要发生什么作用 臣以为完全是无忌之谈 就那目前来说 皇上是神清气爽 身强体贱 显然那个布偶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为了一个无用的东西 弄得宫里人人自危 恐怕会因小事大 望皇上三思 朕已经三思过了 朕最伤心和震撼的是那个做布偶的人 他一定是相信这个布偶可以置人于死地 他才会做 不管他是谁 他要朕死 却是事实 朕没了到朕会失败到这种地步 在这内功之中 居然有人要朕死 皇上 或者这个人知道布偶不会让人死 却可以让他假祸的人死 夫伦啊 朕可以信得过你吗 可以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吗 皇上请讲 你确信这是一个假祸 如果要承相信紫薇哥哥 或者是桓朱哥哥要伤害皇上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他们非但不会伤害皇上 如果他们知道谁要伤害皇上 他们还会拼性命的 这一点臣愿用向上的人头 为两位格格担保 其实朕已经想了一夜了 紫薇和小燕子过去的点点滴滴 现在的种种种种 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朕的眼前 他们亲切地向朕的左右手 难道自己的双手也会害自己吗 所以对他们两个 朕现在已经没什么怀疑了 皇上圣名 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书方斋 朕一想到这幕后种种 就不寒而栗啊 如果抽丝剥茧 一重一重地查下去 还不知道要抖出多少秘密 牵连多少人哪 如果朕下令查办 恐怕这整个后宫会天翻地覆 不如我 现在嫔妃之间各有派系 老佛爷又有自己偏爱和信任的人 朕怎么也不能伤老佛爷的心了 大时候犯罪的人为了脱身 没犯罪的人为了自清 其他的人又彼此倾养 一定会演变成这个咬那个那个咬这个 朕就想到汉武帝时代的巫骨之祸 死了几万人 就浑身冒冷汗哪 朕又想到当年的执亲王那件喇嘛的眼媚事件 让父子反目兄弟相残 真让人毛骨悚然哪 原来皇上已经想得那么透彻了 所以除非拿到确切的证据根本不能声张 以免案情扩大 就算拿到了确切的证据 能不能公开能不能处置 也还是一个问题啊 昨晚朕就非常疑心了 如果这个书房斋可以有人出入自如 真是让人胆战心惊啊 既然有人非要治这两个丫头于死地 这两个丫头的处境就相当危险 也许监牢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如让他们在那儿站住几天 等朕想清楚了怎么办再说 尔康和永齐那儿就让他们稍安无躁吧 皇上圣明啊 跟皇上这么一谈 臣才恍然大悟 但是两位哥哥毕竟是女儿身 现在天气又冷 间牢里寒气又重 恐怕两位哥哥吃不消 还有 皇上虽然不相信无辜 但是老佛爷去训得利安 老佛爷跟皇上是母子情深 保护皇上的念头是压倒一切的 只怕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调查事情的真相 洗去两位哥哥的嫌疑 老佛爷就要再去行动 不管怎样先上朝 上朝之后我们立刻来办这件事 发明了 这事 Live 哥哥哥哥哥哥回来了 哥哥哥 怎么 mets ossie е roba 小薛 他们 مع你怎么样了 打你了吗 都没 他们打你了吗 他们对你用刑了吗 赫 Much 哪里 spic 哪里我跟你说出什么 谁打你了哥哥 哪里 Dog快说樒 现在有请环珠格格 我不去 你们想弄死我们呢 我不去 格格不要让您再来动手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各位 我不要去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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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子 我已经着了 你不要再吃亏了 别碰我 你们要问什么问吧 小叶子 刚刚子薇已经招了 布娃娃是她做的 她说你们都是白莲教的余孽 是不是 白莲教 谁说我是白莲教的 我明明是红莲教的 老佛爷 这个丫头最会东来西扯 分散别人的注意力 老佛爷 你要小心 紫薇都招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 你和紫薇是不是一党的 紫薇招了 她真的招了 不错 紫薇说是她做的 她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怎么折腾她 逼得她非承认不可 我老实告诉你们吧 你是我做的 你们就不要欺负紫薇了 她身子弱 经不起你们打打家家 一个布娃娃有什么了不起 我做了一大堆呢 好了吧 我一人做是一人当 要头一颗要命一条 你们不要打这个打那个了 赶快把她们和小猪的小灯的碰碰放掉 你招了 是你做的 我招了 是我一个人做的 跟大家都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谋害黄阿玛 你说为什么就为什么 反正我也想不清楚 也说不明白 那布娃娃上面写着什么字 上面还有字 大概是妈妈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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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老婆爷 您不要被她糊弄过去 她最会装疯卖傻这一套 她树方斋的头会很多的妖术 老婆爷 以臣妾看 这件事儿整个树方斋都脱不了干系 恐怕他们都是串通好的 奴才怎么想 皇后娘娘 容嬷嬷 你们喜不喜欢蜜蜂 要不要我再施展妖法 让你们尝尝满头包的滋味 当心 我今天晚上会在你们床上 变成几千几万条毒蛇 把你们浑身上下都咬得稀巴懒 老婆爷 你听 她又要弄妖法了 上次我们被蜜蜂追赶的事儿 宫里人人都知道 说不定这次了 那毒蛇还真的会来呢 还不止毒蛇呢 还有几百岁的癞蛤蟆 几千只的武功 几万只的马王 全部爬满你们床 爬进你们头发里 爬进你们耳朵里 你居然敢这样诅咒皇后 不是妖女也是破妇 把她拉下去 把那些奴才带来 爬 五二个到 福大爷到 五二个吉祥 福大爷吉祥 皇马请息怒 救救小燕子和紫薇吧 皇上 经过了一夜 不知道您想通了没有 听说今天一大早 老佛爷和皇后娘娘就开始审问紫薇和小燕子 如果只是老佛爷的话 臣相信紫薇和小燕子还不至于吃苦 可是皇后娘娘也在 只怕他们两个凶多吉少 花马 小燕子是你的开心果 紫薇是你好不容易找回来的新生女儿 看在他们多多少少的好处上 请不要冤枉了他们 再毁掉了他们 是啊 如果这个巫谷事件是个陷害 你让他们两个忽利活动受惊委屈 你不会心痛吗 福伦没有跟你们两个说吗 说什么 阿玛进宫以后我还没见过阿玛 朕正要去慈宁宫呢 不是你们两个打着朕已经到了慈宁宫了 儿臣陪您去 谁也去 老佛爷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相信小姐的话 她都是为了要保护奴民 才承认那些事情全部都是她自己做的 其实 其实那个布娃娃是奴婢做的 跟你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求老佛爷 求求老佛爷饶乐小姐 惩罚奴婢包 老佛爷 请开恩了 两位哥哥心里好 最爱奴才了 老佛爷 上次你也亲眼看到了 这个布娃娃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我 我不知道不可以做布娃娃 就做了一个 是我 老佛爷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老佛爷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老佛爷 您开恩了 那个布娃娃 真的 真的是我做的呀 开恩了 老佛爷 老佛爷 不是他们 是奴才 奴才以为做个布娃娃很好玩 所以做来玩的 谁知道 这样就闯了大祸了 还有我 还有我 那个娃娃 是奴才做的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求求老佛爷 开恩了 饶了两位哥哥们 他们真的是世界上 最好的哥哥了 不是他们 是我是我 真的是我 求求老佛爷 求老佛爷 放过大家吧 老佛爷 您都看见了吧 如果那两个哥哥 不是有妖法 怎么会把这些奴才 收得服服帖帖 连这上断头台的事 都抢着承认 这有点太不寻常了吧 老佛爷 不管怎么说 这淑方斋的人 统统认罪了 如果这些布娃娃 跟他们没有关系 也不必个个都认罪呀 这些人里头 总有一个是主谋 其他的 都是共犯 皇上家到 国家到 胡大爷到 儿子给母亲请安 老福爷急下 皇 해娘急下 臣》福尔康 给老妇爷请安 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上急一下 万岁爷急一下 皇帝一早来慈宁宫 是不是为了昨夜的事 正是 听说母亲今天一清早 审问了那两个丫头 不是说好了吗 朕要亲自审问 怎么没等朕来呀 只怕皇帝心存仁厚 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这后宫的事啊 我能替你代劳的 就替你代劳了 这事事都要皇帝亲自处理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那么皇阿娘 问出什么结论来了吗 他们全体都招了 招了 皇上 这整个书方斋 两个哥哥 三个丫头 两个奴才 全体都招了 这个巫蛊事件 可是他们书方斋的集体杰作啊 幸好用老婆也英明 都已经问得清清楚楚了 不可能的 小燕子一定不会招的 如果他招了 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啊 皇上 此为愿意为皇上去死 怎么可能招他 没做过的事情呢 请皇上明察 把他们全都叫来 正要自己问问清楚 如默默 传话下去待人犯 快 紫薇 你怎么了 皇阿玛 我们昨天还为你唱歌助寿 放烟火拆蜜语 我都快乐得快要死掉了 没想到你马上就把我们都关进监牢里面 一大早就把紫薇带走了 还对他用刑 逼他招供 用刑 紫薇 什么人对你用得行 在哪用得行 用得什么行 娘真看看你上来哪了 皇阿玛 您问这几句话 证明您还关心我们 紫薇心满意足 关于那个布娃娃 紫薇已经招了 请出发我一个人就好 绕了不相干的人吧 不 我也招了 要出发 去罚我一个人好了 反正我皮后也不怕被打 皇上圣明 不是他们 是我 是我 真的是我一个人做的 你要罚就罚我好了 皇上 你饶了小姐吧 他真的没有做啊 皇上 是我 皇上是我 皇上是我 真的是我 皇上是我 所未招了 是这样招了 皇上 花娘 你也信了 那么依皇帝看怎么样呢 皇上 紫薇为了认爹 已经受尽了千辛万苦 如果再驱打成招 让他一片孝心 变成了百口莫变的弑亲大罪 如果是这样 他情何以堪 尔康 尔康 你好大的大 胆敢送老胡爷七大成招 老佛爷 皇上 皇后娘娘 秦儿有几句话 不能不说 这个娃娃 从昨日开始呢 就一直在秦儿的手上了 秦儿已经仔细地研究过了 缝制这个娃娃的白色锦段 跟上次苏州制锦场送进宫的血段 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证明了 这个娃娃呢 不是宫外带进来的 是宫里人做的 秦儿记得 这些锦段 当时老佛爷只留下了一些 剩下的呢 只送给了少数的几位宫内的娘娘 并没有送给书房斋呀 只要到近视房去查一下 大概就知道是送给了宫内的哪几位娘娘了 你是风儿 我是沙 我是沙 沾沾点点 有天涯 点点滴滴 往日云烟 往日花 往日云烟 天地悠悠 往日云烟 往日云烟 天地悠悠 往日云烟 有情相守 相守 相守 才是家 有情相守 才是家 才是家 朝朝暮暮暮不放大片红尘路 尽量尽 明明是红月或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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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祝福千言万句 留不住 人海茫茫 山上水阔 知何处 山水知何处 浪迹天涯 从此并肩看 在下